我们刚才收到的最新消息 马总统原定今天召开院纪会议 希望能够解决院纪这个立法院的一些争议 好不过呢立法院长王金平缺席了 总统府表示王金平今天早上跟马总统通话 王金平认为这次的争议是因为 超约党团对议案审查立场不一样 正在寻求各个党团解决问题的共识 马总统也同意王金平的看法 已经决定将在今天上午的会商往后延了 总统也重申会在尊重国会自主的原则之下 全力的配合王金平做好为安的工作 有任何的最新讯息我们也会随时的来为你掌握